《乘风》2024四宫播出 现场冲击感强 萨鼎鼎族表现不俗 但票数差距大 流心露额头成焦点 陈丽军生日惊喜上热搜 和解上文节矛盾成话题 节目剪辑呈现两人性格差异 选取一为节目组安排 四宫舞台引发关注 成峰2024四宫播出 和之前现场观众的repo一样 华夏舞台特别好 现场冲击感很强 萨鼎鼎的801组也不错 但是票数却相差很多 而萨鼎鼎和薛凯奇的剩下 却被弹幕网友评价 称之最为不搭的一个组合歌手 四宫除了成峰2024四宫 这个名字本身的热搜以外 还出了三大热搜 热搜一 刘欣露额头了 这一场的刘欣可以说是很酷 在训练室的服装 就很像电影里面的高手老师傅 现场的服装更像一位高手 这一场的装造也露出了额头 因为之前刘欣的刘海 基本是半盖住额头的 与粉丝而言 刘欣露出额头也是一大装造看点 热搜二 萨鼎鼎柳言陈浩宇送陈立军生日礼物 显然在所有姐姐里面 陈立军这次的生日是很有气势的 现场的那个超级大大蛋糕 给足了这一季人气王陈立军惊喜 而这一季原本也是所有浪节里面 关注度和热度最低的一季 如果这一季没有陈立军 应该收视率会更惨淡 所以陈立军姐姐 绝对是这一季节目热度 贡献最大的一位 生日惊喜上 队友制造的和节目组 以及其他姐姐制造的 都比其他姐姐的惊喜更为恢弘 前队友给陈立军送礼物上热搜 也是必然 可见之前他们组的四个人关系很好 热搜三 和节说上文杰是最难交的朋友 显然这个热搜 也是为了给之前和节上文杰矛盾的视频剪辑 给出一个答案 在上一期曝光出和节和上文杰之间的对话 和和节气大离场 节目组肯定就想好在后面一期 如何剪辑出一个结果 给观众交代了 和节和上文杰前者白杨座 大大咧咧直爽又热情 和后者摩羯作低调闷头做事 形成鲜明对比 原本就是两个很不搭的星座 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 是没有必要应容的 节目组也通过剪辑 呈现出和节要强 直接 脾气大的一面 同时呈现了上文杰低调 不喜欢出头 有内涵和情绪稳定的一面 没有谁对谁错 站在双方的离场看之前的矛盾 两位姐姐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过往 所以不能成为朋友 实属正常 这一期节目 萨鼎鼎有一句话 道破了节目的背后选曲 萨鼎鼎说 怪不得让我俩唱一首歌曲 让这个字听起来很刺耳 谁让 之前节目呈现的是 上文杰说我可以唱这首歌曲 何杰说我也可以 萨鼎鼎说我想去 因为我还没有过纯唱乐舞台 然后上文杰说那你去 节目呈现的明明是他自己要去 但萨鼎鼎说的是 让我俩唱 显然这个选曲多多少少 就是节目组安排的 试想一下 之前也有网友提出过 四公选曲BOG 如果萨鼎鼎或者是蔡文静组 赢下了赛典奖励秀 那要出两位姐姐 赛典秀要出队长和一位团内成员 站桩唱歌 那蔡文静或者是 萨鼎鼎岂不是在四公会有三个舞台 要知道在浪姐舞台上 还没有哪位姐姐一轮公演一次表演三个舞台 所以节目组在赛典奖励秀的安排 就没想着安排到萨鼎鼎或者蔡文静这个组 同时 诗姐秀的选曲也基本都是走走流程 6月3日 成峰2024官方发出消息 成峰之夜组队 选曲都有你决定 也就是说 网友们可以替喜欢的姐姐选择歌曲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各家粉丝开始有计划的打投 从投票情况上看 陈立军家的粉丝打投能力最强 因为在打投的过程中 他们还想帮助陈立军选择合适的队友 经过打投后 官方官宣四首歌曲归属为 《双结棍刘新》 《骑士精神陈立军》 《月亮之上》 七威 This is me 陈浩宇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很多网友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刘新第一轮舞台公演获得第一名 七威第二轮舞台公演获得的第一名 陈立军第三轮舞台公演获得第一名 而陈浩宇的排名 刚出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结果她直接过的歌曲 This is me 陈丰2024刚开始录制的时候 大部分网友并没有关注到陈浩宇 因为大家的关注度 主要集中在七威 何杰 陈立军 尚文杰等人身上 而出舞台结束后 陈浩宇凭借一手爷子 被网友们认证为黑马 在正常情况下 没有人气 且没有名气的姐姐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大部分观众都不会给她投票 再加上赛制的原则 稍有不慎 就会被淘汰 就像谁也没想到 李希瑞会率先出局 相比之下 陈浩宇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她和陈立军达成双向互选 并且彼此都是对方的第一选择 随着节目播出 很多网友都开始磕陈立军和陈浩宇的CP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走CP路线是非常吸粉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网友们称陈立军为双陈 甚至很多网友都认为他们长得非常像 当陈浩宇的关注度和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认为陈浩宇的排名太低 这与实际完全不符 其实这样的情况出现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前几期节目都是录制完成后 本季节目才开播的 所以陈浩宇的名字不太理 第三轮舞台公演结果发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陈浩宇排名大幅度上升 他排在第六名 名次上升八名 看到自己的排名后 陈浩宇都露出吃惊的表情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时 陈浩宇会排在第二名 并且他所在的团将打败七威的天团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七威、陈立军、刘欣获得冠军的可能会比较大 但有些网友却认为 本季的冠军会在七威和陈立军中产生 因为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刘欣的排名会大幅度下降 当四首歌曲归属权公布后 网上出现决赛的分组名单 我们可以看到柳妍和萨鼎鼎解除绑定 七威和蔡文静再次组队 但从整体实力上看 网友们更看好陈浩宇组 因为This Is Me只有尚文杰存在舞蹈短板 但其余成员全部唱跳在线 所以综合实力非常强 虽然说七威团的成团实力也不错 但《月亮之上》是凤凰传奇的歌曲 传唱度非常广 但不适合纯比赛 很难出彩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陈浩宇的表现十分突出 所以名次会上升到第二名 如果在后续的节目中 她的表现持续亮眼 很有可能真的成为本季最大的黑马 如果真的有逆袭C位诞生 相信也是一大看点 浪捷舞通过加大真人秀环节力度 全开卖直播秀和网络投票分组等方式提升关注度 总决赛分组和曲目由网友投票决定 陈立军、刘欣、七威和陈浩宇成为队长 陈浩宇成为黑马 团队实力强大 陈立军虽人气高 却受限赛制 网友质疑投票数据真实性 部分选手遗憾未获队长之位 尽管进行了三次公演舞台 浪捷舞仍未引起太大的反响 而歌手2024的强势回归 更是让浪捷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显然 节目组察觉到了问题 在浪捷舞第四次公开播出时 加大了力度 在真人秀环节 何杰在分组后 与尚文杰在练习室发生了争执 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场全开卖直播秀 将姐姐们的真实唱功暴露无遗 主持人更是面对面念出热搜词条 节目的关注度瞬间飙升 节目组的操作远位结束 早前在直播中通过网络投票 拉人气尝到了甜头 这次的总决赛 他们又玩出了新花样 浪捷舞总决赛的分组和团秀曲目 将通过网友投票决定 节目组为姐姐们安排了四首团秀歌曲 分别是《骑士精神》 《双节棍》《月亮之上》和《This is me》 根据比赛规则 浪捷舞总决赛的姐姐们将被划分为四个团队 每个团队有五名成员 共有四首团队表演曲目 在本轮投票中将确定四个团队的成员 以及每个团队对应的歌曲 团队表演的分组将根据每首歌曲的推荐值排名来确定 每个账号每天都可以为每首歌曲投票最多五次 这也意味着总决赛的姐姐们将重新进行分组 之前的所组问题可以解决 网络投票往往考验姐姐们的人气 高人气不仅能让他们掌握主动权 还可以拿下队长的位置 选择心仪的歌曲 甚至有机会调换到更优质的队友 粉丝们纷纷传递消息 一场激烈的抢歌大战由此展开 截至6月5日 第一阶段的投票结果已经确定 四位队长和团队表演曲目最终敲定 分别是陈立军的骑士精神 刘欣的双结棍 七威的月亮之上 和陈浩宇的This is me 七威接手月亮之上这首歌 虽然演唱难度较大 但由于歌曲知名度较高 还是赢得了不少关注 尽管七威的票数不及陈立军 但由于规则的设定 加上缺乏有力的竞争对手 她最终还是保住了队长的席位 何杰 孙夏琳 萨鼎鼎和蔡文静等姐姐 也都备受瞩目 成为这首歌的热门选择 与七威齐名 七威所属团队的成员 整体实力强大 没有任何弱势成员 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在总决赛中脱颖而出 七威在团队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稳固 何杰对浪姐系列节目怀有深厚的执念 多年来一直期待着登台的机会 这次她终于如愿以偿 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 她的乘风之旅并不顺利 充满了荆棘 尽管频频成为话题焦点和热搜人物 但她最终未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荣誉和位置